透过再生艺术与生态环保 袁绍云将创作注入空间与生活 千百年来 水墨在华人艺术文化圈中 早已不是单纯的一种绘画媒介 更是一种传统文化的载体 甚至是一种文明的象征 水墨绘画是东亚地区独特的一种艺术形式 不但渊源流长 同时具有深厚的传统和历史 当代水墨艺术 以丰富多元的创作方式 演绎多变的样貌 一场创作实验 由作品框架内延伸至框架外 日常的眼界所及 有新有旧 闲置物或有斑驳 或是沧桑切口 能映入眼帘 皆平等以待 知识眼界元素 难免有红尘积累 千华退去之物 但这些元素的灵魂 依旧吸引创作者的目光 于是有机会进入作品中 和其他新元素 一起为作品舞台 演出青春戏码 即将创作实验下来 闲置物减少 新的点金元素 注入空间 生活不知不觉 气韵生动 心底升起 还好没耽误 闲置物的青春 岁月的河在流 终有一日奔向大海 但愿那一日送别海风的 不是遗留垃圾 而是无需厚人净摊的 一抹效益 再生艺术和相关生态环保 是艺术家透过展览 与观众的对话 时邦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